日本是为数不多的和我国一样,还保留着死刑的国家,但即便有死刑,日本政府也极少判处死刑。 这是因为日本警队犯有多重命案的罪犯执行死刑,日本的女性死刑犯,会得到一些不同于男性的特别优待,她们在被执行死刑前,会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,房间里的布置跟普通牢房完全不一样,里面是一些她们在入狱前常用的东西。 这是为了让她们最后一次感受外界的美好,日本政府还会在房间里准备和这些死刑犯的宗教信仰相关的东西,供她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忏悔和祈祷。 每个走出这个房间的女死刑犯,脸上带着的不是恐惧,而是满足感。 女死刑犯们还可以对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餐提出要求,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,监狱都会尽量去满足。 日本监狱还允许女死刑犯们脱下囚衣,穿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,走上绞刑架,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代价。 女死刑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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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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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